2022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在中兴新春中兴会堂前热闹展开 每天参观人潮踊跃 对于行销茶产业有正向的帮助 其中台湾顶级公益协会 也在展场中社馆 让大家体验台湾手工记忆的美好 以及在生活上的应用 公益中心的认证 有得到良品美气公益之家 或者绿公益资格的成员 才能申请入会 那我们今天这次用蓝头茶博的机会 来到整个带着我们的会员 到这边来设一个新创生活馆 里面有八位老师 包含了桃艺 七艺 还有竹艺 还有墨艺 从花莲远到过来的 然后我们天然染色相关的这些老师 全部都是顶级公益的产品 欢迎各位来参观 为了让大家多方位了解公益之美 顶级公益新创生活馆 集结台湾北中南优秀的公益师 社坛展授 其中来自台中大渡山上的公益师 陈金旺 近期以犀牛作为逃逸创作的主体 展现公益融入生活美学的典范 去年刚好是牛年的一个关系 去年是牛年 那牛 犀牛也是牛 那么让我回想到说 犀牛它有森林救火源之称 森林救火源之称 它看到火星它就会去采灭它 应用而且憨厚往前的那一种精神 我觉得蛮感动的 加上我的工作室就位在台中杀入大渡山 那大渡山我们都知道说 每年一到东北季风的时候 就会有火 野火疗运 那加上去年也是牛年 犀牛是森林救火源 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连结跟创作理念 有黑的石板透过手机灯光的照射 呈现出透光性的墨绿色质感 这是产于台湾东部的蛇温石域 台湾墨绿 工艺师将它制成茶杯以及茶具 除了美观 具有雌性的墨绿 据说也含有26种的微量元素相当特殊 墨绿就是发展 也是算是我们台湾特殊的10种 它有26种微量元素 它有眼红外线 可以帮助人的血液循环 可以进化水质 硬水转换卵水 因为它有特殊元素 所以可以转换水质 除了体验茶文化 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也邀请全台具有代表性的陶椅 漆椅 蓝染 竹椅 以及玉石等多位工艺师参展 展现生活工艺的运用 也让大家提升生活美学的品味 记者张东仁 南投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